今天,以色列不顾国际社会的万夫所指,执意进攻加沙最大的医院拉法医院,据最新消息,乙军已经攻入拉法医院,由于对拉法医院持续包围,拉萨医院只能将数百名已经发出了的死者尸体就地掩埋,让人感动的是,即便是冒着乙军的炮火,许多医生仍然拒不撤退,顽强地站在第一线治病救人, 尽管乙军声称已经掌控了加沙,但是从加沙前线传来的消息,乙军对加沙的轰炸仍然持续不断,如果真的已经掌控了加沙,干嘛还要轰炸加沙呢?由此可见乙军全面占领加沙,是对外撒下的一个弥天大谎,更有意思的是,以色列声称地面进攻时,乙军阵亡人数达44人,随即就被媒体打脸声称以色列这是在撒谎, 因为哈马斯对外公布的有图有真相,视频显示以色列就有100多辆坦克,以及战车被摧毁,而以色列前期也公布,已经有300多名以军战死,在进攻加沙的战斗当中,以色列突击队更是多次遭到团灭,怎么死亡人数反而是越打越少了呢? 不但以色列大批高级军官战死加沙,同时从以色列传出消息,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的儿子,也在加沙战场上失联多日了,以色列总统夫人证实,已经多日未能联系到其在加沙前线的儿子了,并称为此感到难过,但随即就有网友怒对总统夫人, 你想过加沙死亡那么多儿童,他们的母亲感受了吗?不但是总统的儿子失联,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亲侄子,也在进攻加沙之战当中,被哈马斯给打死了,但这消息到现在为止,还未得到官方证实,而内塔尼亚胡的前任幕僚常莱特的儿子,也在对加沙的行动中身亡,已经得到证实,大批高官和总统以及总理的亲人都战死沙场, 以色列普通士兵的伤亡,有多大可想而知了,以色列这些疯狂发动战争的政客们,这一次自己也终于体会到了失去亲人的痛苦,尽管以色列声称,哈马斯已经失去了对加沙的控制力,但是打脸是,就在就在以色列说,已经掌控加沙的话音未落,今天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,突然再次遭到从加沙发射的大量火箭弹袭击,已经造成多人伤亡, 万万想不到,战争打到今天如此惨烈的地步,以色列的狂轰乱炸,几乎已经将加沙以为平地的情况下,哈马斯竟然还有反击的能力,不但是对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发动袭击, 同时以色列在加沙的推进当中,也遭到了哈马斯的顽强阻击,仅仅是加沙地面战争当中,已经有上百辆坦克和装甲车被哈马斯摧毁, 要知道哈马斯和以色列军力相比相差极为悬殊,并且根本就没有任何制空权的情况下,仅靠着一腔热血,在和以色列顽强奋战,竟然还能如此重创以色列军队,这让以色列上下倍感震惊,有句话叫做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, 之前以色列已经放出豪言,三天之内踏平加沙,将哈马斯一网打尽,没有想到战争打了一个多月,占据军力绝对优势的以色列还没能拿下加沙,反而是损兵折将,这让以色列的军事神话彻底破灭了,以色列地面部队已经连续数日在西法医院进行作战,现在以色列军队基本控制了西法医院,而哈马斯的政府大楼, 也被以色列国防军搜刮一遍后被彻底摧毁,这是冲突爆发以来,哈马斯迎来的最大失败,西法医院被攻破,意味着哈马斯绞尽脑汁,希望国际社会能够阻止以色列对医院的行动泡汤,而哈马斯政府大楼被炸,更是以色列对哈马斯地面战以来取得的重大战果,无独有偶,现在以色列国防军已开始散发传单,通知汉尤尼斯市东部地区的居民必须离开, 这意味着什么?意味着以色列地面部队,已经准备向加沙南部的哈马斯施加压力了,哈马斯为何无法阻挡以色列地面部队的进攻? 第一是哈马斯的武装力量和以色列的国防军,本就不是一个等级的军队,无论是规模还是武器装备的代差都非常大,从以色列公布的哈马斯的武器和武器加工地看,哈马斯手中的武器,并不是所有的火箭弹,都是外部援助进来的,大部分还都是自产的, 这说明哈马斯的支持者对于哈马斯的支持,也并没有达到一个武装到牙齿的地步,看看美国把以色列武装到了什么地步,第五代隐身战斗机都安排上了,所以不得不说,哈马斯手中的武器还是太少, 第二是以色列这次对加沙地带的围攻,采取了海陆空三位一体的围攻战术,要知道加沙地带没什么缓冲,在加沙地带打穿插根本不可能,以色列打下一块地方,就可以轻松实现控制,哈马斯的生存空间只会被压缩得越来越小,虽然哈马斯可以利用地道进行游击战,但是只要在地面暴露,那与之对应的地道也会很快被发现, 几而被堵住,所以哈马斯轻易也不会从地下出来,和以色列军队正面纲,第三是哈马斯从以色列发动地面战役来,一直都是寻求谈判的态度,这意味着哈马斯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,而在以色列不顾国际社会的调停和停火呼吁后,哈马斯也很清楚,这次在加沙北部,是很难和以色列对抗下去了,所以哈马斯更多的精力,可能要放在从加沙北部 转移到加沙南部,毕竟以色列现在已经以加沙干涸为戒,把加沙分成了两半,哈马斯就算逃到加沙南部,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,有人说哈马斯不能乔装成平民逃走吗? 当然可以,问题是这不就等于把加沙北部拱手让人了吗?难道逃到加沙南部以后,以色列就会收手了吗?从以色列开始向加沙南部发放传单看,以色列这次的军事行动可能有更大的野心,第一是此前就有文件爆料,以色列最终要把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赶到西南半岛, 不过埃及已经表态不会同意接受难民,除非美国施压,否则埃及不可能接受加沙的巴勒斯坦人,如果以色列要对哈马斯赶尽杀绝,在埃及不接受难民的情况下,加沙200万人口可能要聚集在集中区域,等待以色列认为已经基本肃清哈马斯之后,再把巴勒斯坦人释放到更大的空间里去, 不得不说,有人形容加沙是一座全世界最大的露天监狱,也是有点道理,第二是以色列这次的终极目的,恐怕不是跟逐哈马斯这么简单,而是要彻底解决加沙问题,让加沙不再是巴勒斯坦能够控制的一部分,约旦和西岸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,并不能在加沙地带发挥多大作用,如果以色列能够把大部分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赶走,那加沙以后就是以色列的, 以色列真的会怕阿拉伯世界的反应吗?因为以色列只需要说是管控加沙而不是占领加沙,就会让很多国家无语应对,第三是以色列很聪明,他很清楚西方世界现在不但在乌克兰战场输不起,更不可能在中东输得起,因为在欧洲输了,意味着俄罗斯的强大,在中东输了,到时候美国还拿什么震慑阿拉伯世界,现在沙特和美国的关系, 已经是面和心不合,一旦以色列输掉战争,那阿拉伯世界和美国的对话话语权将会直线提升,现在美国靠着石油和美元挂钩,才能到处横行霸道,一旦中东地区变强,第一个被波及的不就是美国的世界霸权吗? 以色列笃定美国不敢输,那对以色列的支持就会是无限的,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会很快结束吗? 这场战争不能用类似俄乌冲突来定义,只要以色列能够清除掉,加沙北部哈马斯的重要军事资产,这场战争基本就结束了, 因为以色列寻求的是控制加沙,自然是不会撤军,而是要进行全方位的肃清,可以预见在2023年内,这场战争基本会平息,以色列这次会撤军吗? 没有可能性,以色列的目的已经很明确,就是要控制加沙。